这是第四章的第一个主题 传染病和非传染病 疾病是身体或心灵的特殊异常状况 有两种类型的疾病 第一种疾病是传染病 传染病是可以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的疾病 第二种疾病是非传染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是指无法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的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通常是由遗传因素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的 本课程的以下部分将详细介绍这两种疾病 我们首先谈论传染性疾病 传染病是可以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疾病 疾病的感染始于病原体 它通过空气、媒介、水或接拨 感染后受害者将显示出该疾病的症状 传染病的例子有 霍乱、肺结核、HEL1、皮肤选疾和登革热 关于非传染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是指无法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疾病 非传染性疾病是由遗传因素或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的 非传染性疾病很少表现出像传染性疾病这样的症状 非感染性疾病的例子有 哮喘、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和高血压 现在,我们以传染病的传播为主题 继续我们的课文 传染病,可以通过以下方式传播 通过水传播的传染病 我们称这种疾病为水传播疾病 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 我们称之为空气传播疾病 传染病也可以通过患者 与另一个人接触而得到传播 通过媒介或载体传播的传染病 通过媒介如蚊子、老鼠或苍蝇传播的疾病 我们称之为媒介传播疾病 这四种传染病的传播方式 将在本课文的接下来的部分 被详细介绍 我们首先谈论水传播疾病 通过水传播疾病通常发生在 没有干净的自来水供应 和完善的卫生系统的地区 这是水传播疾病 如何得到传播的两个例子 第一,含有病原体的粪便 对水的污染 第二,洪水发生时 供水受到污染 通过水传播的疾病 的例子有 霍乱、伤寒和阿米巴利基 疾病的传播 可以通过以下对策来预防 确保卫生系统状况良好 在供水系统中添加率 在饮水前,将水煮沸 用肥皂洗手 现在,我们谈论 由空气传播的传染病 空气传播的疾病 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传播的 通过液滴传输 以及通过灰尘传播 让疾病得到传播 这两种类型的疾病传播 将在下一节中详细介绍 以下是液滴的传输机理 当患者打喷嚏 咳嗽,说话,打哈浅,或呼吸时 含有病原体组的水煎 本的口腔,和鼻,喷出 这些水煎飞沫 将被风携带并扩散到周围区域 当他人吸入被感染的空气时 就可能被感染 以下是预防 以下是预防 例如 结合 结合病 呼吸系统综合症 SARS 甲型流感 HEL1 麻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